所以劝导众生 他不相信 没关系 哪怕他看到佛像 听到佛菩萨名号 古道德书 叶丽儿根永违到种 那就他善根佛得种下去了 现在卧叶稀奇很重 它不会发芽 不会生长 但是种子种下去了 来生后世 遇到云 它就成就了 这就是为什么造佛菩萨形象 会有很大的佛宝 念佛的声音 高声念佛让周边人都听到了 他也种了善根 道理就在此地 修佛的人 见佛像的人 闻佛号的人 是不是现前就能得利益了 那看他的善根了 看他的佛得了 如果他一听到 一看到 他就真的能够相信 真的能够发愿了 想求生救了世界 那他的善根就发现了 善根佛得就现前了 他这一生就很有可能往生 这个话要听懂 很有可能 不是绝对的 怎样才是绝对呢 那个心坚定 我这一生非去不可 他就一定去了 要下这样的决心 非去不可 要知道 我们的心一动 阿弥陀佛就知道了 我们有这样的决心 阿弥陀佛怎么能不接瘾呢 他不接瘾 那他这个愿 发的那个誓愿 不就不能兑现了 他发的誓愿是 要接瘾设法一切 怨神进度的人 我们真怨 真想这一生去 这个愿就成熟了 换一句话说 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 决定不能有丝毫的知足 要彻底放下 凡是念佛人 念得很好 临终不能往生 原因是什么 他的情之没断 他还贪念这个世间的五语六成 放不下了 这个事情麻烦了 我们只要冷静就观察 真正往生的人 绝大多数是什么 他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地位 没有财富 一生过这个苦日子 这个世间之苦 缩破苦 他真尝到了 真不想再吃这个苦头了 他真想去了 所以他就真去了 往生的时候 锐向西游 富贵人家说福 凡人家走的时候 走得很辛苦 未必往生 为什么 贪念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还不错 还很好 还舍不得离开 这就是富贵人比不上贫穷人 贫穷人现在苦 将来得落 到极乐世界去得落 富贵人现在降落 将来要搞六大轮轨 没有办法这一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 这一桩事情 我们一定要慎重来处理 换一句话是 要念念放得下 这个富贵生活有没有 没有关系 有可以享受 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有落寿就坏了 有享乐的寿就坏了 为什么 那早夜了 享受 知道这是苦 知道这是空 也就是佛经上常讲的 苦空无常 看到所有的享受 皆是苦空无常 你心就不忍了 这叫真修行 真修行不一定要在世上放下 世上放下 那是对业当很动的一种正常缘 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现 绝对大多数的人 富贵人放下 就是他那个享乐的乐寿 他认为有快乐 佛告诉我们 三界通苦 怕苦是苦 享受 你要想到坏苦 享受 你不能够永远在享受 总有一天 你要放下了 你放下就觉得 非常痛苦 你平常就晓得 这种享受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放在心上 你就不受任务了 这叫真修行 这叫真功夫 高级凡夫 这六大众生 他不需要佛教他 教导他 他就知道了 他就觉悟了 这大凡夫啊 他就晓得苦苦坏苦 所以他的心尽贪然了 万怨放下了 苦落游戏 蛇之兽啊 他都是自然的 没有一桩事情 放在心上 以平等心 来承受 真修行人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